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言论歌谁谁都不好受 要求明星一定要视而不见 也是苛责了 当事人被骂伤了 可以理解 王茂磊和周海妹被吐槽的理由里 都还有一条是演技不好 王茂磊在这演技浮夸 台词像是朗诵 而周海妹被批评为表现力单一 只会瞪眼 王茂磊在关闭微博评论后还接受了媒体采访 说主要是因为骂得太难听而受不了才关微博的 台词是故意选择了夸张的表现 没有四平八稳 看上去王茂磊心态还不错 关了个评论之后还愿意自黑 而周海妹则深受打击 在退出微博前转发了不少自我宽慰的心灵机康小视频 如何应对那些喜欢说三到四的人 不遭人及时庸裁 人生攻击演员当然不好 但周海妹在《香蜜》里的演技也是引发了观众的了质疑 当年周芷若在张无忌桃观世一瞪眼 泪珠滚下来 黑化得不错 而现在《香蜜》里 周海妹的天后一直处在泛路直满个状态 经典大眼睛也成了负类 观众看到是瞪眼瞪眼瞪眼循环播放 确实有意见 此外再回忆戏分离 让现在的周海妹直接扮演少女时代 也是太违和了 天后这个角色不招人待见 人设施反派恐怕不是主要原因 周海妹的表演不被观众认可 才是触发吐槽的关键 此生前辈忽然在演技上翻船 也不单单是演员的问题 剧本给今后的设定就是讨人业的神经病板牌 周海妹发挥于地也有限 再者她在现在是劫子的时候没有笑起来好看 劫子爱的角色 也许更容易拉观众好感 另外周海妹一直有健康问题 可能对于工作和情绪处理来说都更加重了负担 到底怎么回事下文详细说 周海妹以前表演有这么夸张吗 应该不是吧 几个周芷若离我最喜欢周海妹版 她的角色反程度是没问题的 玩白兔又猛又长 被师傅顺势得很为难落泪时楚楚动人 慢慢狠心也写在脸上发恨也许是容易演的 但我更喜欢她阴阳怪气的样子 周白周芷若颜值很高 当然又加分了 台湾综艺里爆料说 金庸也称赞过周海妹的美貌 说最喜欢这个金庸剧女主 不过讲起来 周海妹给大 家留下的童年回忆 主要是漂亮 海妹人如其名 美出风格 染发单装挺好看 非常直浓装也有意外 周海妹过去有一千二百度的近视眼 反倒因为眼神泥离而美脸如此 不过2011年 她已经做过近视手术了 古装剧和年代剧扮相出色 怒见笑狂杀 莫带黄孙今生今世上海叹 香港不少女星短发也带着杠为何时髦 周海妹也位列其中 桃雪威龙三是蛇仙美人性感短发电视剧版纵横四海 里这种发型是90年代末曾经流行过的 她多年来了一直是动名奇迹 从80年代末到2000年 以后的港剧里都没什么变化 甚至到雪景之际乃至前几年 五妹娘传奇都未先老太 不过周海妹这张脸演戏也有个优势 笑脸和冷脸气质差很多 笑起来是春光明媚 冷下来一撇嘴就是冰沙美人 相比其他同辈老牌港星 周海妹身上的八卦并不算多 导致很多人对她除了周芷若挺漂亮之外 就记忆很模糊 除了跟黎明转过飞闻 就是和吕良伟一段不算婚姻的婚姻 周海妹跟吕良伟1988年 在拉斯维加斯一时兴起要结婚 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和不来 但拖拖拉拉也没有及时办手续 终于到了吕良伟准备跟矿美云结婚 的时候才在意离婚程序 两个人才发现当初就没有合法登记过 根本是无效婚姻 这对前任倒是爱 情不在有情在 再见已是朋友 真正沉迷的是周海妹的健康状况 2006年 曾经跟周海妹一起演过电视剧 纵横四海的杨公如 忽然在博客上爆裂周海妹患有红白狼窗 当时杨公如刚跟文具解约 又开始赶着明星开博客的潮流开通博客 有个粉丝留言给杨公如 说自己妈妈红白狼窗 杨公如的回复忽然开启爆料模式 当时她的文字如下 我是在98年的时候 才第一次听说有这个病的存在 当时是在亚视拍摄纵横四海 周海妹演我姐姐 忽然有一段时间 她一直没来开工 后来大家才知道她身患红白狼窗 结果她的很多戏份都是由替身拍的 纵横四海那个戏 大家要是看过就能发现很奇怪 周海妹戏份开头明明是女主人设 但是时机左右下线了 男主陶大鱼也说周海妹是拍着拍着 就因为健康问题需要休息 媒体掐指一算 周海妹从1998年之后就肾少出来活动 而她又圆没到退运年纪 像是身体出问题的样子 之后有媒体致电周海妹的前任吕良伟 吕良伟电话里回复的是听说她是得了这个病 同时内地记者去联系香港记者问 也有人证实香港演艺圈都听说 周海妹好像是得了红白狼窗 但不管当事人情况如何 杨公如嘎嘎在博客上说 周海妹的意思怎么都不得体 被认为有炒作嫌疑 而杨公如的解释是 以为香港娱乐圈大家都知道说一下没什么 周海妹方面则只有助力回应 一是很诧异 杨公如到博客上说这个 二是说周海妹身体健康 2009年周海妹回到TVB拍摄雪景之期 港媒在一次爆料她患红班牢长十年 还说她因为治病过得很节俭 生活节俭的标志就是到跑马地市场买日用品 还讲价 拍摄雪景追击期间 媒体报道她手指关节红肿 工作之余要不停自己揉搓来缓解 2006年港媒对周海妹的描述是 98年患上红白狼窗症 被迫停工休养 又说她在2006年下半年症状复发 但还是短暂休息后就开工 并指周海妹因为看病 在香港没有房产和车子 天要整着花 尽管媒体对着片场照看图说话 约周海妹一见看问题 而面容肿胀 但是雪景之一拍出来之后 周海妹还是颜值依旧 只是不似年轻时那么鲜瘦 对于红白狼窗这个事情 周海妹一直持的是否认态度 反复澄清过 但是她承认了另外一种病症 雪小板过低 雪小板过低对演艺事业同样有影响 轻微可碰就会浴血 留吧 那么很多工作都不方便接了 周海妹在媒体上的态度挺乐观 说多检查多注意身体就好 老牌香港女性多有跟富豪往来的新闻 女性怎么结婚 也是香港娱乐圈里最受关注的话题 而周海妹则在内地有过有段很低调的姐弟恋 她2013年就说跟内地男友交往已经15年了 因为对方而到北京定制 算时间的话 周海妹是1998年左右认识了这位男友 那就是她被传前看出问题 而当出香港娱乐圈的时候 前几年周海妹一度松口谈了谈感情 说自己跟男友是一见钟情 对方用力把名字写在纸巾上给她看 怕她听不懂普通话 她就很有好感 全身如同过电 那时候周海妹坚持不婚主义 说很多夫妻结婚 我没有共同话题没意思 感情好比一张纸更重要等等 就当大家都以为她感情很稳定时 2016年周海妹大方宣布分手 分手的理由就是她不想结婚 但对方多次求婚 还希望她停止演绎工作 看起来洒脱 但是翻周海妹的微博 就知道她删掉了2016年10月以前的所有微博 为这和分手事件是否有关系 总之呢 从一多年的周海妹 已经过了好多年注重健康的养生日子 享受过爱情也分手过 生活也还是要靠她自己去证 看起来是自身前辈 周海妹也不算见过太多疯了 她的从一路没有惊天动地的绯闻 没有伴着关注的感情故事 有戏就出来 没戏就不露面 加上健康问题 总会是要好好休息 就更要安静生活大过热闹 微博上宠物花草心灵鸡汤 开心一天是一天 看到周海妹要退出微博 年轻人还问这是不是玻璃心 反而觉得这好像是代沟了 就时代里媒体和民众看明星都有一层光滑 只顾着看他们漂亮 也很难知道他们真正的生活和个性 有了互联网之后 新一代明星就要学会跟网络沟通 放下身段接受舆论 80后的明星们还独有学习如何躺平日潮的线路历程 90后明星几乎都是则黑玩家 而在网络时代里 早就淡出的童年回忆明星 反而是最安全的 网友对他们总会是因回忆滤镜而更宽容 只要不太走样就是风采依旧 演戏正常发挥就是老戏骨 周海妹保养得不错 过去也没什么争议 依上微博大家都是夸夸夸 直到五妹娘传奇也还都是赞美 她跟后辈看上去没有太大年龄超 现在碰上一部热门的香蜜 关注度高 但拼拼她戏份不好演了也不合适 一夜之间周海没体会到什么叫网络吐槽 打开微博再也不是齐刷刷的正能量 而是多了好多烦 嫌她愁吐槽她不会演技 自然是个打击 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了有槽就吐 明星演技不好 发相不好 观众本来也有权评判 明星在社交网络的舆论场上获得了好处 承受吐槽也没什么 但恶意漫漫人身攻击不在此列 只不过明星总会被吐槽这种训练 周海妹他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 直接上恶言恶语的 她更是见所未见 看她发了好几天心灵鸡汤就知道自电视剧开播以来已经努力消化许久 最后还是受不了压力退出了 这也不是第一个退出微博的童年回忆女星 我之前关注了不少老牌女明星 经常是看到网友吐槽就崩溃 反应特别大 稀薄的也有好几个 周海妹这样的艺人跟当下的互联网环境 也有很多不尽容之处 既然没法相互取悦 那就两两相望吧 转念一想 老派人是真的可以设下社交网络 在热闹求个亲近 年轻一代可能是又想要热度 又一句吐槽都听不进去 那样才更隐巴 一句互联网一代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挺好 但是不是也该有个基本的发言底线呢